因為下次要講獅金奇奧 那獅金奇奧講的故事是魏武功的故事 所以現在先來講魏武功的故事為獅金奇奧做一個鋪墊 那因為獅金奇奧這個故事他主要是講魏武功他是一個大帥哥 所以呢我就放了這個東華帝君的照片 上面有出處就是沒有刪掉他的出處 所以就是有引用出處 因為東華帝君很帥 所以就用這樣子的形象來做這個封面 那請大家一定要訂閱喔 那我們看一下魏國的國軍列表 那紫色的字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的詩經有提過的國軍 那紅色的魏武功就是第11任的魏國的國軍了 在維基百科裡面說呢 魏武功他是在西元前八五二到七五八年的生的 完整的釋法為瑞勝武功 姬姓明和魏國的人都是姓姬喔 像那個魏義公啊 他不是我在介紹魏文功之前的故事的時候 我不是在魏義公的頭影片那邊放一個雞翅嗎 因為他姓姬然後名翅翅就是紅色的那個翅 然後我就放一張雞翅的照片 希望你有那個印象 就是印象很深刻 明和魏武功明和魏離侯之子魏貢伯之地 擔任魏國國軍五十五年實行良政 有學者認為他就是西州共和時期的貢伯和 那在史記魏康淑世家裡面呢 史記認為魏貢伯是被魏武功害死 所以魏武功才能夠繼承這個皇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史記魏康淑世家在寫些什麼 四十二年離侯主太子共伯於立為君 就是太子共伯他的名叫做於 就是共伯於 共伯地和 和就是那個魏武功 有寵於離侯多餘之落 會落的落 和以其落 落勢以席共伯於墓上 共伯入離侯獻自殺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共伯的弟弟就是和就是魏武功啊 就是離侯很寵他嘛 那很寵他就給他很多的賞賜 多餘之落 給他很多的賞賜 那這個和呢 那這個魏武功和呢 他就怎樣呢 他就把這個離侯給他的賞賜 就是賄賂一些人 然後賄賂這些人要幹嘛 就是襲擊共伯於墓上 在共伯入離侯墓時自殺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他用這些賞賜 然後讓一些人去襲擊共伯 那那個時候是離侯死掉了 然後周圍的人就是說 那死掉的人需要就是最親近的人 去幫他打掃一下這個木的環境 讓他入土為安 然後他就可以住的比較舒服 那這個 共伯當時聽了 他就進去打掃 那進去打掃之後 外面的人 把這個木就封上 就不讓他再出來了 然後 這個共伯他就只能在墓裡面自殺了 衛人因葬之離侯旁誓約共伯 而立合為衛侯誓為武功 那這句話意思就是說呢 就是衛人他就是因為這一個 還沒有繼位的余啊 就是太子余啊 就是他的墓就葬在這個離侯的旁邊 他的嗜好就是被稱為共伯 然後呢 他們沒有國軍怎麼辦 就是立合為衛侯 就是變成武功啦 就是武功就是那個河嘛 他的名字叫河 姬河 他的全名叫姬河 武功繼位之後怎樣呢 修康俗之鎮 百姓合籍 四十二年犬龍殺周幽王 武功將兵王左周平龍勝有功 周平王命武功為功 五十五年祖子專攻楊麗 意思是說在四十二年的時候 全龍就是殺周幽王 那這一個衛武功呢 他就是率領兵 就是 嗯 率兵 就是前往 就是輔佐周國 然後平定龍之亂 然後他因為他的功勞非常的大 所以呢就是他們家原本是侯嘛 就是衛侯啊 衛康侯啊 什麼侯的 所以周平王就命武功為功了 就是從武功開始呢 就是衛康俗世家 就是開始有第一個功 後面就是功了 就是 所以那個衛武功是衛國 第十一衛國軍 五十五年祖子專攻楊麗 所以他的子就叫做衛康公 那衛康公大家很熟嗎 這個詩都有講到啊 所以衛武功就是衛康公的父親了 那史進講的是不是真的呢 現代史學家認為說 史記衛康俗世家的記載 錯谬之處太多不可以信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詩經雍風的博州嘛 那博州序上面有記載說 博州共江至世也 為世子共伯昭始 其其所矣 那個世子就是太子的意思 其實因為諸侯國的國軍 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周天子 所以他們的孩子 就是被立為太子那個身份 應該要叫做世子 但是我們現在時間過那麼久了 所以我們講世子或是講太子 都是一樣意思 為世子共伯昭始 其其所矣 父母欲奪而嫁之 事而扶許故作事實已覺之 就是我們之前在博州那首詩 就已經有講過囉 如果忘記了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在這個 博州這首詩的 的記載之中 就是在共伯他死的時候呢 他的父母都還是存在的 就是他後面有寫說 毛西傳是一魚 淡兩毛之帽 毛者髮至眉 子是父母之事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這個博州這邊的時候 我有拿一張就是 賈寶玉的古裝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劉海到眉這邊的這個劉海的髮型叫做淡 所以 毛則髮至眉 淡兩毛之帽 那在古代的時候 如果父親死掉的話 則脫左毛 就是左邊的劉海 就是不能夠留 那如果母親死亡的話 就脫右毛 就是右邊的劉海不能留 那在共伯魚死掉的時候呢 他的兩毛皆存 因為他上面說什麼 博州上面說 但比兩毛 代表說他的父母都還在 所以就意味著 共伯魚他是一年早逝 而不是像史記所記載的 被畏武功逼死 那這原文來自於 共和行政考所同教英 那我也有附上原文的網址 那在這裡我們又可以再一次印證 就是念詩經的重要 因為念詩經呢 他可以印證一些歷史的觀念 還有歷史的背景 像是現在有假新聞 古代也是有假新聞 所以史記呢 也是有可能成為假新聞的 如果不去考究的話 那還好有詩經的記載 可以為這個畏武功啊 洗進他的園區啊 讓他管他清白呀 那現在我們就是用一篇網路的文章 我有放上出處跟題目 還有網址都有放上 因為他已經寫得很好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把文章重新寫過 就直接用他的文章來為大家去講解 就是魏武功的故事這樣子 依據史記記載 魏武功是周武王的弟弟 魏康淑的後代 他姓姬明和 所以他的名字叫姬和 大約在公元前853年出生於曹哥 公元前813年魏武功繼位 其實呢 最初魏國的太子 也就是世子 是他的哥哥貢伯姬余 那依據毛詩和謝代人的考證呢 就是貢伯一年早逝 在魏離侯去世之後呢 就把和立為魏公 就把和立為魏侯 就是後來的魏武功了 魏武功他在魏期間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賢君 他推行康淑 康淑呢叫做姬峰 他是魏國開國之君 他推行康淑的人政 他怎麼樣呢 他真修成員 興辦木業 使政通人和百姓和睦 就是他要修成牆啊 然後又興辦木業啊 就是讓人有工作啊 然後政治也很平穩啊 百姓也很和睦 所以魏國人對他十分尊敬和崇拜 在魏武功在魏第42年 全龍殺了周幽王 魏武功率領軍隊 與靖國、政國、秦國等國聯合 他輔助周王勢打敗了全龍 周平王東籤若義 史稱東周 那在這一次秦王中呢 秦王就是幫助 就是周國的國軍的意思 就是輔助周國的國軍 一起去攻打全龍 魏武功的功勞非常的大 所以周平王登基之後呢 將魏武功的爵位從後 晉升到最高的爵位功 史稱魏武功 同時任命他為周王寺的師徒 主管刑事法規的事務 魏國也因此得到許多特權呢 而且魏武功在95歲高齡的時候 他還是依然當政呢 他告誡魏國百姓說 從親以下到大夫還有眾士 只要在朝中 不要因為我年脈而捨棄我 他的意思是一個很謙虛的意思 就是說 不要因為我老而捨不得告誡我 給我忠言逆耳 就是不要怕給我勸戒的話 就是一定每個人都可以來 就是如果我有哪裡做錯的地方 都可以來給我意見 給我指導這樣子 所以在當時的魏國 上上下下都有非常多人 每天都是規見魏武功 只要有任何事情想要說 都可以跟魏武功說 魏武功也都是都會聽喔 就是像說他在車上 有勇士的規見 因為駕車的人是勇士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之後要講的是呢 就是奇奧 那奇奧裡面也有一句話是提到說 他在車上就是會講笑話 給那個應該是給勇士聽吧 就是說 他就是他不是一個人面的人 也不是一個嚴肅的人 他雖然就是很認真的執政 可是他也是一個幽默的人 然後心地很善良的人 他上面就是我們之後講的那首詩裡面會說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是幽默的人 可是他的幽默不會傷人 他不會講到任何傷害別人的話 就是一個真的很好 然後很寬容的一個人 所以在奇奧這首詩裡面 就把它描述為 內內外外都非常帥氣的一個美男子 然後讓人非常難以忘懷 就是說像碩人 詩經裡面有很多描述 女孩子美女的形象的一些詩 就是說那個美人有多美啊 像那個星台妓女都有描述說 美人到底有多美 那這個奇奧就是詩經很難得是描述 美男子有多美 帥哥有多帥 所以下次大家一定要聽奇奧這首詩的講解 那不只如此 在朝廷中也有官長的發點 在基案旁 還有宋訓官的禁見 就在桌子旁邊還有宋訓官的禁見 在寝室內有禁室的針言 處理政務有古時的引導 平時有樂師的宋師 就是連他在娛樂的時候 他的樂師也可以用宋師來禁見他 史官不停的書寫 樂師不停的宋讀 用來勸導禁宣的宗言 所以說他從早到晚 從裡到外 從最私人的最隱秘的 就是內室裡面 就是食衣住行裡面 到最外面就是公室裡面 就是處理政務 面對大臣的這個狀況中 都有人隨時隨地給他禁見 如果是一般人耳朵早就長繭了 然後會覺得說 好啦好啦你好煩 可是他不是 他是說如果你有任何意見 麻煩盡量告訴我 所以其他這首詩就是寫說 他是一個心胸非常寬大的人 就是真的很少人有像他這麼心胸寬大的一個人人君子 那他不但要周圍的人不停的給他意見 他自己還做了一首詩叫做義 這首詩他就是用來自我警惕的一個介詩 三國的吳維昭他做註解為說 大雅義就是這個為武功所寫的義 這一篇詩就是他寫的 那這個詩中指出求賢與利得的重要性 並進一步指明說什麼才是應當做 什麼是不應當做的 比如說獨處內事實要無愧於神明 原文 像在爾是亦不愧於烏肉 所以後來不愧烏肉這個成語就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為武功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那並肯切的希望周平王可以聽取自己的真言 否則會有亡國之禍 原來他本身他不但是一個喜愛聽大臣禁見的人 聽事不只是大臣 而且就是關節很低的人 他也會像車夫他都要聽他們的禁見 人民他都要聽他們的禁見 他也很希望周平王可以聽取他的建議 否則會有亡國之禍 原來他就是一個對內是賢君對外也是忠誠 這樣子的一個人 那現代使用的成語呢 像是素心業媚、白龜之殿、偷套暴禮、耳庭面命 尊尊告誡都是來自這首詩 哇!多麼的厲害啊 這個衛武功 他可以說是一個人就是做了很多的成語的一個大師呢 那他在衛期間呢 他還修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房家園林 被稱為是奇緣 公元前758年 魏武功才去世 他在位55年 享年105歲 倒是呀這個歲數的還是非常的高 更何況是以前的 以前他能夠有這樣子的歲數 享年105歲 代表說他到以前那個年代 他能夠那麼長寿 可能以前的人會把他當成一種仙人 一般的去崇拜他這樣子 就是神仙那樣子崇拜 十人稱他為瑞聖武功 是說他很瑞智然後也很盛名 因為他聽取見言嘛 他去世之後 曹歌仍會表達內心的敬仰 將奇緣的一條小河名稱 從美溝改為 斯德河 取勇 斯武功之德的意思 代表說他真的德性很高 所以就是把河改成這樣子的名字 曹歌城北十三里 有一個叫白鷹村的村子 也因為這樣子就被改名為斯德村 奇緣舊址還有修建有五公池 所以說這麼高壽 有那麼好的人 就一定會有一些人 把他當成神一樣崇拜 這就是一個慣例 就是一種尊敬啦 就是一開始聽拜師為了紀念 後來因為尊敬 後來就是神格化了 因為就是做谷了嘛 後世同樣把為武功做為 道德高尚 高風亮節 以及壽高 道德更高的典範 唐代杜牧 春日延懷 季國舟禮長 世時運詩曰 願公如魏武 百歲上崗牆 就是說 別人想要祝壽的時候就會說 希望你像魏武功這樣子 不但活到了一百歲 而且還非常健康 就是魏武功他也變成別人的一個祝福的代表了 就是希望你像魏武功這樣啊 又健康又長壽 說聖利士正詞萬年翻曰 魏武其宜與文功福愛 句號賢相 這邊就是用說 魏武功他是一個賢能的一個代表 就是 他不但是一個 嗯 嗯長壽然後又有道德的代表 他也是 他不但是一個長壽又健康的代表 他也是一個賢能的代表 所以說這個魏武功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啊 難怪這個魏國的百姓 他要念念不忘 還要為他做奇奧的首詩呢 那魏武功的故事我已經講解完畢了 非常謝謝你今天的收聽 那下一次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介紹詩經其奧這首詩囉 那如果你有聽這個故事的話呢 你就比較能夠理解 為什麼 詩經其奧中的詩人啊 為什麼 其實不只是詩人 是當時的魏國人民啊 為什麼會對魏武功這麼樣的念念不忘 那是有原因的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 像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願意 如果你有心得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是你的話呢 你會不會願意 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比如說你摔牙洗臉的時候 有人在旁邊給你建議 比如說你牙膏 不應該從前面擠 應該從後面擠 你的水不應該到全滿 應該到五分滿就好了 那你在吃飯的時候 有人還說 你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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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上廁所 上廁所也太扯 就是你要出門坐車的時候 或是你上班的時候 無時無刻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人在對你提供建議的話 如果是你的話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呢 你會寬宏大量 而且心情愉悦的度過每一天嗎 可以在下方去留言 那應該一般人是不能的吧 就是不能夠像魏武功這樣 這就是魏武功會被人家記得的原因 這就是我們不被別人記得的原因 好啦 那謝謝你的收聽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來一起來訂閱這個詩巾的系列 那我也希望以後能夠分享更多的詩巾給大家 所以請一定要來訂閱喔 掰掰